在万界神州 那遥远距离的超级神之大陆上 五大神阁的天际上空 被耀眼的能量冲击所划破 光芒刺破云层 犹如裂开苍穹的利人 场景之惨烈 即便是远观之人 也不禁心惊胆战 那是高阶天卫神 以及巅峰天卫神的力量狂潮 也是世神与神之间的生死较量 五大神阁弟子们 倒在血泊之中 血水浸染了各大神阁的石板 汇聚成溪流 向四面八方蜿蜒流去 将这片圣地染成了烟红 他们的身躯 曾是这大陆上的璀璨星辰 如今却化为了一道道尸体 残阳如血 映照着他们绝望的眼神 血流成河 哀嚎声 悲弃声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凄凉的画卷 然而 在这绝境之中 依旧还有强者 正在激烈的对抗 天军神战队的战役 却愈发旺盛 他们的身影 仿佛刀锋般冷酷 眼中闪烁着胜利的光芒 天军神战队的每个动作 都充满了力量 他们的剑锋所指 便是五大神阁的覆灭之路 随着一道道剑光划过 五大神阁弟子的斗志 如瓦全兵 纷纷碎裂 再这样下去 胜利的一方 必定是神奇联盟 那些天军神战队的首领 还有两道神军的身影 他们皆是站立在战场的中央 如同群神俯瞰众生 他们的气息强大而霸道 仿佛天地间唯一的主宰 而五大神阁 昔日的辉煌 如今却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只留下了一地的血与泪 五大神阁的弟子们 历经千辛万苦 在这一战下 一一败下阵来 他们的身影 如同断线的风筝 被一声轰鸣阵的倒飞而出 摔在了不远处的 血流成河的地面上 然而在这些众弟子 陆续地倒下之后 五大神阁的天穷之上 一声轰鸣划破宁静 五大神阁之主 宛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 他们的身影 在空中划出一道道 惨烈的弧线 五大神阁之主 昔日的威严与尊崇 早已被鲜血和伤痕覆盖 他们的衣衫褶褛 面色苍白 但眼中却依旧 燃烧着不屈的战虎 尽管身受重伤 五大神阁之主的意志 依旧坚定如铁 他们咬紧牙关 强忍着痛楚 双手紧握武器 仿佛要将最后的力量 都凝聚在这最后的抵抗之中 他们的每一次呼吸 都变得沉重起来 每一次呼出的气息 都夹杂着血污 然而 他们的眼神 却如同刀锋一般锐利 指示着对面那位 依旧没有任何伤势 并且毫发无损的 天龙大神军 天龙大神军 站立在五大神阁之主的不远处 他身披龙袍 手持长剑 那剑上流转的光泽 犹如天河青线下 散发出极其恐怖的剑气 他的脸上 没有一丝波澜 他的目光淡然地扫过 五大神阁之主 每一瞥都似乎蕴含着无尽的威压 让空间都为之颤抖 要不是五大神阁之主 有着虚空涅槃珠的力量加持 恐怕早已经在天龙大神军的手中 撑不过十回合 然而 现在 也是到了他们所能够坚持的极限范围了 此刻五大神阁之主 彼此对视一眼 突然 五大神阁之主 爆发出一阵怒吼 他们将所有的力量 汇聚在手中的神器上 而他们的神器 并非是普通的神器 皆是排名72大 神器前十的存在 每一件神器 都拥有独特的力量 尽管无法与虚空涅槃珠相提并论 但他们散发出的光辉 却足以让高阶天卫神 为之动容 五大神阁之主 手中的神器 仿若星辰般散落其间 每一件神器 都蕴含着惊天动地的力量 它们并非繁铁所能比拟 乃是天地精华凝聚而成的杰作 这些神器 各具神威 锋利无匹 蕴含着浩瀚的神器力量 甚至能够感受到 空气中弥漫的压迫感 那是来自神器的威势 神器之间的气息 相互呼应 仿佛在进行这一场 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对话 突然间 风起云涌 五大神器 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召唤 开始震动起来 一股股强大的力量 自神器中爆发而出 形成了一道道耀眼的光柱 直刺云霄 即便是高阶天卫神 在这五道神器的力量面前 也不得不退彼三射 唯有巅峰天卫神 方能与之抗衡 天龙 在你的身上扒下一层皮 五大神格之主 将手中的神器力量 发挥到极致 体内的天位神力清洗而出 灌输在各自的神器之上 散发出绝对的神器力量 朝着天龙大神军 发起了最后的攻击 这一刻 天地变色 风云遁止 所有的目光 都聚焦在了这场最终的对决上 如果五大神格之主战败的话 那么就代表着 五大神格将会在这座 超级神之大路上出名 所以 即使是面对可怕的强敌 五大神格之主 仍旧展现出了他们不屈的精神 即便是在败局之下 他们也要用自己的方式 来守护他们的五大超神势力 宁死不屈 你们五大神格之主 还真是让本神军意外啊 冥顽不灵 终究 要面对陨落的命运 于府 天龙大神军一脸平静 虽然说 五大神格之主的神器 非常之厉害 但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可无法用神器力量 来弥补这之间的鸿沟 话音落下 天龙大神军的巅峰天位神力 如同觉醒的巨龙 汹涌澎湃 仿佛要撕裂天地 他全身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每一次呼吸 都似乎能引起空间的颤动 在这一刻 他仿佛与天地的本源相连 从体内爆发出的 极其强大的能量波纹 让四周的空间都显得扭曲 如同水面被大力击打后 产生的涟漪 天龙大神军的双手 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掌影 他在虚空中翻腾 逐渐凝食 仿佛要将整个天穷都握在手中 碑裂凝龙掌 随着天龙一声怒吼 这巨掌突然化作一条巨龙 龙灵细腻 龙爪封裂 龙身盘旋 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震耳欲龙的咆哮 他腾空而起 周身环绕着毁灭的气息 所过之处 空间如被锯锤击碎 碎片四散飞溅 五大神阁之主 面对天龙大神军 这毁天灭地的一击 神色无比凝重 他们并肩而立 彼此间的气息 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 网中蕴含着 他们的所有力量 同时在虚空涅槃珠 力量的加持闪耀下 五道神器刚刚爆发出来的 五道光柱 开始会聚融合 片刻之间 一道更为巨大耀眼的 璀璨光柱 犹如天外来物 直射那冲击而来的巨龙 在五大神阁之主 联手之下 将这股神器力量 推向极致 瞬间形成一股逆流 与天龙大神军的 强大巨龙攻势 撞击在一起 哄 一声巨响 仿佛天地初开 两股力量在虚空中碰撞 激荡出无尽的风暴 不同力量在激烈地交织 爆发出能量的冲击 像是狂暴的海浪 无情地冲击着这片虚空 这一刻 连时间似乎都被这股 强大恐怖的力量所震慑 整个世界陷入了刹那的寂静 五大神阁之主的表情鸣固 每一丝力量都在为守护战 他们的气势 如同磐石般 坚不可摧 而在天龙的掌力之下 空间的裂痕 仿佛是天地间最深的伤痕 透露出一种毁灭的光芒 这一幕 即便是高阶天卫神 都不敢直视 下方的圣地神军 以及唯力神军 震撼地看着点这一幕 没想到这五大神阁之主 竟然如此的厉害 要不是天龙大神军一起出动 恐怕就连他们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可以击败五大神军的拼死对抗 他们各自 只有一道前十的神器 又有着虚空涅槃珠的力量 作为加持 硬生生地拥有了 令高阶天卫神都头疼的事情 然而 五大神阁之主的反击 也是他们燃起的最后一线希望 虽然 这希望即将抹灭 他们身为神阁之主 都有着守护自己心中的那一份坚持 最终 剧长与光柱相互抵消 冲击波向四周扩散 搅动了整个五大神阁的上空 强大的能量冲击波 席卷这片天地 震撼了所有人 以及五大神阁之外的那些超神势力的强者 都是透过遥远的距离 看着这里的激烈对战 他们也很想冲进去 援助五大神阁 可是又想到神奇联盟那恐怖的底蕴 和狠辣手段 就再一次地强忍了下来 一些超神势力之主 都是无奈又叹气地摇了摇头 这次恐怕五大神阁 真的要在这座超级神之大陆上除名了 神奇联盟真是够狠啊 直接出动了九一天神阁的最强三位神军 看来 他们势必要彻底地消灭五大神阁呀 很多超神势力的强者们 纷纷投去无奈的目光 想去帮忙 则是力不从心 神奇联盟的强大和手段 已经让他们认识到了 随着上空中的能量逐渐消散 在这片混乱的空间中 残留着些许能量的杂质 很快上空又传来能量的波动 五道身影半随着这股波动 仿佛断线的风筝般倒射出去 他们身上的伤痕 如同血色的花 净显疲态 神力的枯竭 让他们的每一次呼吸 都充满了痛苦 刚刚那竭尽全力的一击 已是他们所有的希望 此刻这希望已经破灭 再也生不起来了 重力无情地 将他们投向地面 地面在他们沉重的身躯下颤抖 碰撞声中 夹杂着尘土的飞扬 大坑中 无影静默 神志模糊 连睁开双眼的力气 都已无存 天龙立于虚空 目光冷漠 声音回荡在这片天地间 这就是你们五大神阁之主的最后力量吗 真是愚蠢 想与巅峰天卫神抗衡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此时此刻 所有五大神阁的弟子们 纷纷倒地 他们的战役 已经随着五大神阁之主而消散 没有了任何反抗之力 任由被天军神战队的强者 给逐一击杀 血气弥漫天界 五大神阁在这一刻 彻底地倒下去了 所有希望都没有了 神器联盟的强大 不仅让五大神阁遭受毁灭 就连神阁之外的那些超神势力 都心生无比的忌惮 既然如此 那么本神军就送你们上路吧 天龙大神军的声音中 没有一丝波澜 却蕴含着压倒性的威严 仿佛命运的宣判 让人心底 生出无边的寒意 空气中弥漫着尘埃与硝烟 一片死寂 只剩下天龙大神军 准备将他们击杀的决断 九重之力 震杀 天龙大神军的目光如电 矗立在五大神阁的上空 他的气息 如同狂潮汹涌 九重天卫神的神之力量 在他体内沸腾 那是天卫神界中最强的力量 拥有着百万颗天卫星辰海 他举手投足剑 天地色变 风云为之动容 突然 天龙双掌合时 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自天龙体内爆发而出 他的威力 便是代表着巅峰天卫神力 半岛神之下 近乎可以毁灭一切的存在 一股肃杀之意射出 对着下方的大地轰然拍去 伴随着这股毁灭力量的无形降落 仿佛吞噬了一切光明 这股巅峰天卫神力的出现 让五大神阁之主睁大了眼睛 然后对着下方的五大神阁之主 一股肃杀之意射出 伴随着这股毁灭力量的无形降落 仿佛吞噬了一切光明 五大神阁之主 也只好接受眼前局面 闭上了眼睛 等待死亡的降临 哄 一声巨响 天龙大神军的那一道毁灭震杀 竟是在距离五大神阁之主的上方不远处 被在一股道法之光抵挡而下 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划分为两半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异 而古老的独特香气 那是独属于丹道的气息 九重之力的震杀 原本如同狂暴的海啸 欲将一切吞噬 然而 那股超越天卫神的玄妙力量 如同一堵坚固的城墙 微然不动 两股力量的激烈对撞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仿佛是天谷齐鸣 震撼着每一寸土地 这一刻 天地似乎为之静默 万物都在这股力量面前 屏息凝神 那玄妙的复杂之光 如梦似幻 却又真实地在这片天空中 上演着超凡脱俗的气息 在这道光的照耀下 五大神格所有人的恐惧 也是渐渐收敛起来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对玄妙道法的敬畏与向往 那是道法的力量 那股香气是丹神塔的丹道 难道来者是丹神塔的强者 不少五大神格的弟子 开始纷纷投望过去惊异的目光